台农爆发与其争议的巴西蛋 除了全联还有八万颗流去哪 超市进口八千多万颗巴西蛋 到底被谁吞下肚 来一问中央流向 农业部进回不方便说 网友炸锅狂轰笑死人用公堂买蛋 官员还有脸说不方便讲 问个鸡蛋又不是问核蛋 拿来的机密不能讲 口头拜托其他们给我们 他们说不方便给 不只是巴西蛋 也土耳其那么远的地方 都有被剪出有动物用药 鸡蛋的去向流向 务必要给各县市政府 农业部并不愿意提供 我们希望它依照相关的程序来喊 这很瞎嘛 这个东西算什么机密文件吗 是怎样 巴西蛋流向被知道之后 中共就会渗透进来 你的蛋就会危险 很简单你把所有流向全部公开 农业部说巴西蛋喷过蜡 可冷藏120天 不过栏尾提报 3月的食安汇报中 陈吉仲是这么讲 国外的鸡蛋冷炼完备 可以保存三个月 农业部告诉我们是说 四个月你不就是在骗 我们所有的国人吗 专家说进口的冷藏蛋 一经过温水 席选恢复常温后 不到两个小时 就会开始变质 政府竟然让它 放在常温下再卖一个月 有人质疑巴西蛋上船前 有的恐怕早就过期 农业部该立刻公布 巴西蛋厂生产日期 它的蛋从母鸡下蛋 你中间所有过程 跑完到港口装箱了多少天 这一部分成绩中 你算不算进去 我们从七八月开始 不是陆陆续续出现一大堆 跟蛋有关的食物中毒世界 现在会不会搞了半天 全部是鸡蛋的问题 是你一开始卖的 就是一个过期而代 现在已经传出来的消息 所有巴西负责 对外销鸡蛋的厂商 这几天股价全部大幅上扬 因为全巴西人都知道 原来飘洋过海 跨过一个太平洋 有一个大盘子 专门收巴西的过期蛋 这间公司等于 它再怎么过期都有地方卖 那这个股价还不涨吗 如今进口蛋流向不知道 连实际制造日期 仿佛都成机密 馆长拿自己卖月饼 来跟政府的鸡蛋比 我们的月饼没有席选过 我们不是席选月饼 我们也没有喷辣 而且说喷辣 后来去检查还没有喷 台湾人不知道吃进了多少颗 这种垃圾蛋 四个月的 专家说四个礼拜就很过分了 百姓纳闷 为什么进口蛋 什么时候生出来 流进谁的肚子里 政府大官非得人民用公文申请 才愿意把答案告诉百姓 记者黄义均王臣 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黄义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